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可力呼 这个是Garmin新上市的Edge 840系列 我个人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看它跟之前的Garmin有什么不同 还有这些新世代的Garmin有什么有趣的功能 研究一下这个Edge 840是不是最棒的一款Garmin 一般来说Garmin家有三种马表的尺寸 这个最大的是E040系列 这款E040 Solo也算是蛮新的 几个月前才刚刚出的 那这个最小的是E30系列 这个就有点老了 而现在新上市的840是代表它们家中等尺寸的马表 其实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尺寸 我几乎所有的车友都有E030与E040这种大的 但是我个人是偏好这种中等大小的 我觉得这种大小看起来是特别的顺严 那这次从古代到现代Garmin中等尺寸的马表 你可以发现它们竟然也是跟手机一样 悄悄的渐渐变大 像是820变830的时候呢 萤幕就变大了一点点 不过奇怪的是这次830变840 萤幕是好像没有变大 但是外壳它却是变大了 不过厚度来比一下 这个新款的840 其实是比之前的几代还要扁一点点 按您如果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换Garmin马表的话 这个840的界面对你来说大概也是新的 这个是Garmin Edge新世代的界面 几个月前新出的E040也是这种操作界面 之前几代都是像这种类型的界面 首页的本身就是很简单几个icon 而新的界面则是变化很多 你可以往下滑自己加很多东西 像是可以看天气或看骑过的路线的记录之类的 嫌单调的话呢 还可以直接在首页再加东西 客制化的程度呢是非常的高 使用起来是还蛮顺手的 即使是像我这么偏好简单的人 也会觉得还蛮不错用的 而这次新款的840 有点跟之前所有的Garmin都不一样 你看一直以来 Garmin马表都是有触控的就很少按钮 要没触控的款式才会有完整的按钮 你看即使是他们家旗舰款式 都是没有侧边按钮的 这个是设定成一定要用全触控的款式 完全就是手机模式 不管你看新的840 它这个界面几乎就是完全跟1040是一样的 但是你看它的侧边确实有很多按钮 你是几乎可以单独靠按钮就来操作这台马表 这一点倒是对Garmin来说 是第一次给我们可以在触控马表上面使用按钮操作的机会 实在是蛮有趣的 之前是在两种机型中选择一种 现在这台840就同时是触控也是按钮的 我想一定也是有人偏好按钮超过触控的 是吧 不然也不会一直还有出只有按钮没有触控的马表了 而触控萤幕最怕的就是水 洗车遇到下雨的时候 每当雨点打到马表的萤幕 有的时候萤幕就自动换页了 而且用手去点萤幕是没有反应的 不知道最新的一代是不是还是一样是这样 结果是跟原本的触控萤幕是一样的 看来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的触控萤幕还是没有办法分辨是水还是手指 在Garmen 840马表上面克服的方式就是像这样做 按这个按钮然后选择锁住萤幕 现在萤幕就不能触控了 按按按是没有反应的 淋雨也不会被水冲的自动换页了 在840上面还是可以用这些按钮在雨中操控 跟840同时出的540是只有按钮没有触控的 所以理论上这些按钮是足够完全操作这台马表的 你如果是已经很久没有换Garmen马表了 那我跟你说一下 Garmen马表现在也可以从手机上设定栏位了 两三年前好像还是不行的 新的目录啊活动模式也是一样在最上面的位置 我个人是简单就分成机械变速电子变速还有室内模式 之前一直以来都是在马表上面编辑这些模式的栏位 现在也可以到APP里面来选 APP可以给你看栏位排列的方式 我偏好很简单的栏位像是这样 变速的时候可以看到档位 其他就是速度与距离 超级简单的画面 喜欢多一点数据的话 也可以把功率加进去 这样就有档位速度踏平还有功率 不过我在室外骑车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想看到这些数据就是啊 但是总是有很多人喜欢很多数据的 有些数据倒是蛮有用的 像是你可以看到车上这些用电的装备 还有多少电 你看我都忘记啊 原来DI2上面是有三颗电池 有两颗是在沙变把上面的 是吧 最近几款比较新的Garmen都有 Clam Pro这个功能 这个是很厉害的能力啊 就是你爬坡的路线啊 放到Garmen之后呢 遇到那个爬坡 Garmen就会显示坡度地图 还有告诉你呢 还剩下多少坡要爬 很有意思是吧 这次Edge 840的升级 就是让你不需要先输入爬坡地图 只要经过有连续坡度的地方呢 马表就会自己跳出爬坡的坡度图 很有意思吧 不过我家附近其实是没有什么很长的坡可以爬 我都是用训练台在爬坡 最近大部分呢都是在用Ruby 你要爬各种坡都可以 其实你也可以用Garmen马表来操作训练台 就是说在完全没有用到SWIFT或Ruby的状态下 就可以骑这个训练台 你看这个Garmen马表连接到WAHOO之後呢 马表就问你要怎么样去控制这个训练台 你可以选择用预设的菜单来骑训练台 也可以手动选几趴几趴的阻力来踩训练台 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单纯选一个坡度 就是很悠闲的这样 无止境的缓坡爬坡 iPad上啊就可以直接放歌来听就可以了 非常的疗愈喔 像这样就是很疗愈心灵的半小时爬缓坡 1040、840这种程度的马表 要讲功能真的是讲两个小时都讲不完 像是他们家新世代马表的这些导航能力啊 单纯就硬体部分来讲应该是四面最强的没有之一 不过这个在之前玩1040的时候就已经聊过了 那我再挑个有趣 但是之前没有提到过的来讲一下好了 最近喔就是这半年左右吧 Garmen马表多了可以操纵手机音乐的能力 这个H840就是有这个能力的 你可以到Widget这个地方啊来找到这个音乐播放的功能 这样啊就加到Widget里面了 界面是这样的 这样就可以用马表来控制播放手机的音乐喔 很有趣吧 其实长途的话啊这个能力还真的是蛮不错的 而且更有趣的喔 它不是只可以播放音乐 你看像我是有Apple音乐 所以Playlist的歌自然都是Apple Music里面来的 但是也是有人用YouTube的MV来听音乐 你只要手机在骑车之前是看YouTube的 骑车的时候 从马表上启动播放功能的时候呢 就是预设透过马表来控制播放YouTube里面的MV喔 马表萤幕上还会显示正在播放的歌或影片是什么名字 蛮有趣的吧 按马表的功能这么多喔 要怎么看数据啊看地图还有看播放是什么歌呢 我想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车友是已经知道Shimano 这个DI2煞变把上面是有按钮的 按这个按钮啊就可以帮马表翻页 我记忆中至少这个能力已经有七八年历史了 我个人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功能 好啦 这个大概就是这台马表百分之十的能力 其实我个人是很少有骑车时想要看很多数据的欲望 我享受风景喔还有车友的陪伴啊是超过马表上面的数据 所以我马表的页面啊总是超级简单的 不过我同时也是很宅的人 我对研究马表功能喔是很有兴趣 虽然没有要用喔但是很喜欢操作 啊这个H840确实是我看过最棒的嘎民马表 不管是在内在喔还是外观我都觉得很棒 我个人是喜欢这个840超过1040啊 但是这个是我个人啊 我大部分的车友啊都是喜欢很大的马表 像是1030或1040 啊你如果已经很久没换马表啊 这个840应该是蛮棒的选择 它这个目录的本身啊就很吸引人想要升级新马表 还有它的续航力啊也是从上一代的20小时变成26小时 如果是跟上上代相比呢那自然是完全不用比了 至于是840还是840Solar 我个人是觉得840应该是已经够了 这个Solar啊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的 我从来也没有想在日证当中的时候去骑车啊 那这个是早上骑了3小时的效果 骑了3个小时哦 Solar就只有帮忙充电了6分钟 之前有买1040Solar的车友啊 留言分享一下你们对Solar的使用感想吧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麻烦按赞来支持一下频道 还没订阅的朋友也这一次来加个订阅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